哈利路雅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大家能够平安聚集 继续来祭念遵守安息圣日 愿神祝福我们大家 小弟下午要继续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的 是基殿的得胜兵器 我们早上有一起 分享就是基殿的三百精兵 我们从神拣选这三百精兵的过程 可以看出神所要的是什么 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能够谨守谨醒 这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精兵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都拥有这两个特质 那基殿的三百精兵 还有的特质就是他们可以同心合一 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 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借着祷告 借着开会 大家共同来决议 当决议行程以后 我们大家就要同心合一的 为这一项圣功来带导 来努力 来付出 来完成神的托付跟使命 那我们也看出基殿的三百精兵 他们的口号一致 他们的动作一致 所以虽然他们只有三百位精兵 却能够打胜这个敏殿的大军 一二十万的大军 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在台湾总会 我们有将近两百九十间的教会 跟祈祷手 那虽然我们的信徒数 在各地不算是很多 但是我们各个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那我们早上也学习到 就是我们要安静等候 基殿的三百精兵 当米殿大精在互相击杀的时候 他们能够安静等候 等到米殿的大精互相击杀 逃跑之后 他们才开始来追赶 急杀米殿大精 这也让我们做一个学习 我们往往在祷告里面 还是侍奉当中 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有我们的时程 这都是好的 也是应该的 但是神有神的时候 神的时候未到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只要照着我们的本分 该做的事 去把它做好 等到神的时候一到 很多事情就自然水到渠成 所以我们无论在家庭 在教会 在我们的职场 都是一样的道理 最后我们有学习到一个 就是这三百金兵 他们是坚持到底 我们看一个人 他是不是有所成就 就要看这个人 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 在信仰的路上 我们真意书教会 在1917年 圣灵在中国大陆 建立真意书教会 而在1926年 真道传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有一些教会 现在已经在做90周年的纪念 我们在2026年3月的时候 就是我们台湾传教百年 那我们这百年以来 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信查 一路走来 信仰始终如一 就会得到神的赏识 那这个就是要坚持到底 但是我们也不要附列掉 这一百年来 台湾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家庭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看到老一辈的信徒 我们的信仰的前辈 他们就是一路走来 信仰始终如一 仍然持守在主的爱中 这就是我们的典范 也是我们的模范 那我们这一代呢 我们也应该要把这 纯正的信仰 传承下去 让下一代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那这样神所托物的使命跟论物 那我们绝对是使命必大 这是我们早上一起分享 基督的三百精兵 可以让我们做个学习 下午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学习的 是基电的得胜兵器 我们有一句话这样讲 公益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基电的三百精兵 在他们的身上 都有一些装备的配置 那从他们身上这一些特殊的兵器 我们在属灵上 可以得到一些分享跟勉励 那他们的身上有哪一些兵器呢 第一个就是号角 他们右手拿着号角 那这个号角就可以把真理传扬出去 那第二个兵器是什么呢 是一个空瓶 这个空瓶是字节的空瓶 那这个空瓶里面装着火把 如果这个空瓶没有字节 里面本来就有东西的话 这个火把是装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根据圣经 来查考互相分享的是说 基电的得胜兵器 第一项就是真理的号角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看《诗诗记》第六章 《诗诗记》第六章 我们请看三十四节 六章三十四节 神的灵降在基电身上 他就吹脚 雅比亚谢主都聚集跟随他 三十五节 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 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 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 西布伦人拿福他利人 他们也都出来以他们会合 当米甸大军来攻打以色列 这个时候基电就吹号角 来号召他的同胞 当时他的同胞 也有很多人来跟随他 我们早上有分享过 当时来跟随他的 要去跟米甸大军征战的 总共有三万两千人 那吹脚在古时候 吹脚是有他的作用 我们现在要联络信息 大家很方便 因为我们有这个手机 Nine一下 打一通电话就通了 古时候没有手机啊 没有Nine 那他们就靠着这个 吹脚把这个脚声传递 所以在古时候 他们有那个驿站 一站接一站 那这个脚声是有意义的 脚声起来的时候 就是要传达信息 把这个信息 从一个地方 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人们就可以得到 正确讯息的传达 另外在两斤对战的时候 这个号角也是非常重要的 号角声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注意了 现在这个脚声是要做什么 动作 这个脚声就是弓箭手 要射出弓箭出去 哇这个脚声就是步兵要往前走 哇这个脚声就是马兵要出动 所以这个脚声都是有意义的 当脚声一出来的时候 对战场上的战士来讲 这就是一个讯号的传递 也要让敌人有一种惊刻的作用 敌人一听到脚声 那人想起的时候就知道 哇 敌金要来攻打了 所以有一些人如果胆量不够的 两斤还没有对战 他就跑掉了 就溃不成军了 所以这个号角声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圣经告诉我们 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我们今天在传两个福音 就好像在吹这个号角声一样 我们请看罗马书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一章我们请看十六节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我不以福音为此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或是犀利尼人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 就要有这个装备 就是真理的号角 为什么叫真理的号角 因为我们这个号角声所传递出去的信息 是得救的信息 得救的真理的信息 是可以救人的 所以以耶安福音三章十八节讲 说对于那一些不相信的 不听从这个真理号角声的人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罪了 本来就已经没有叛亡了 死在罪中了 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极力的吹响这个号角 这个号角声来奠定他们这一场战争的胜利 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卷选的竹猎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良 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被卷选的竹猎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怎样 宣良 宣良 神的美德 也就是吹响这个号角 把这个得救的福音传良出去 把这个得救的福音传良出去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基督徒在世佛者的时候 他是打一场属灵的战争 这一场属灵的战争 就是要去拯救人的灵魂 但是魔鬼不高兴 他不让人去传良得救的福音 百般的阻挠 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 那属灵的征战 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熟练真理 因为我们吹出气的号角声 是真理的号角声 是可以使人得救的 那有一些人也在吹啊 但是他所吹的这个号角声 是不能让人家得救的 是引人到灭亡的 所以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才这样讲啊 说虾子领路啊 虾子领路 为什么 他虽然很热心 左遍阳海陆地 积极的去传良 结果他传良的不是得救的真理 结果就引人到魅亡的地方 因为他本身就虾子了 走错路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个兵器 有这个真理的号角 就是要熟练真理 真理书教会为什么神会同在 很简单 因为真理书教会都是按照圣经所讲的去做 圣经有的 真理书教会就有 圣经没有的 真理书教会就没有 比如说圣诞节 圣经里面没有圣诞节 所以所有的基督教派都在举行圣诞节 真理书教会就是没有圣诞节 主耶稣对彼得说 我若不洗你的脚 你就以我五分 彼得一想 我来跟从主 相信主 侍奉主 为的就是要以主有分 那怎么我到最后我以主没有分 那还得了 所以他当然接受主耶稣的洗脚 所以正面书教会有洗脚理 因为要以主有分 这个就是真理 得救的真理 会让人得救的真理 所以我们对神的道要熟练 所以最近比七在推动这个读经运动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要看重读经 因为怎样 我们有读经才会熟练圣经的道理 圣经是怎么指示我们的 我们应当怎么行 才能够走在这一条得救的道路上 我们请看义无所书 义无所书第六章 义无所书六章 我们请看十七节 义无所书六章十七节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一个勇士在战场上 他一定要有兵器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 现在两军对战 敌军来了 你又跟他争战 结果你就很自然的 要拔出你的武器来跟他争战 但是一拔出来 拔出来 拔出来 奇怪 我怎么没有刀刃呢 在这撒那之间 你已经被敌人 砍死在战场上 因为你的武器不见了 武器不见了 拔出来的时候没有刀刃 所以你根本没有武器 一个基督徒如果对神的道不熟练 就会产生这种状况出来 当世界发生变换的时候 潮流改变了 冲击了 他没有办法应付了 为什么 他没有神的话语在他的心中 他没有神的道 他没有这个宝剑 他没有武器 所以当对战的时候 他就被杀死在战场上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忙碌的世代里面 大家都很忙 现在连小孩都很忙 我有一次 在那个聚会晚 在泡茶区 泡茶区可以看到那个门口 有一个小朋友跟他的家长在对话 他的爸爸跟他讲 某某人快一点 我们要到阿嬷家去 那个小朋友跟他的爸爸怎么回应 他说你不要管我 我也很忙 我要去读书 要去才艺班 刚刚才中奥教育上完课 我也很忙 我会心里笑 我们平常都说大人很忙 其实小孩子可能比我们更忙 因为这是忙碌的世代 但是不要忘记 因为你我都一样 我们如果不读经 不熟练神的话语 熟练神的道 你拔出来你就是没有武器 你是拔出来只有刀柄 没有刀刃 你绝对必死无疑 所以神的道要帮助我们 我们看主耶稣就好了 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他赢过魔鬼的是什么 神的话语 他用神的话语来战胜 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勉励 我们再怎么忙 大家都要 怎样要抽时间 好好地来读神的话语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所谓属灵的生活 那这个属灵的生活 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的生命 这个属灵的生命会丰盛 是因为有属灵的粮食 那属灵的粮食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在真义书教会里面讲道 也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 我们都在讲圣经的道理 我们都是哪一卷 几章几节就是这样读 所以我们大家要看重这个真理的号角 我们请看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来看第四节 约翰二书第四节 新一圣经三百五十页 约翰二书第四节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说之命令 遵循真理的我就甚欢喜 这里说他为什么会喜乐 为什么会欢喜 因为怎样 他看到怎样 他的儿女遵循真理 遵循真理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要把神的道理 我们的信仰生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把它实践出来 遵循真理 我们再看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第三节 第三节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慎喜乐 第四节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 这里讲 心里面存的就是真理 所以他行出来的也是按真理而行 当然 让旁边的人就得到喜乐 他本身也得到造就 我们再看约翰三书第八节 约翰三书第八节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以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哇 心里面存着真理 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也把真理实现出来 而且大家又一起为真理做工 真的是走在主的道路上 这一场属灵的战争必胜无遗 所以我们要努力真理的号角 每个人都有这个装备 真理的号角 不是大人才有 小孩子也有 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朋友 在学校里面表现很好 因为怎样 他来到教会里面 听了老师所讲圣经的故事 他就在他的日常生活 学校生活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他的老师 他的同学就看了 哇 怎么有这么棒的小朋友 他就能够为主做见证 甚至带领他的同学老师 到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 因为他有真理的号角 有这个装备 他也把这个真理的号角声吹响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 我们看早期的教会 早期的教会没有什么支援 但是你看早期教会的信徒 每个人都很乐意的 来为主耶稣做见证 所以当时的教会没有什么支援 但是每一位信徒都乐意去为主做见证 所以圣公就非常的兴旺 相信归入主的名下也越来越多 我们希望在21世纪的现在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真理的号角的装备 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真理的号角声吹响 让更多人听见这个得救的福音 能够跟我们一样来追求这个永生 第二个兵器就是自洁的空瓶 这个空瓶是要自洁的干净的 然后火把才能够装进去 瓶子是空的 里面才能够装火把 所以要把瓶子倒空 这个代表什么 我们要为主所用 一定要追求圣洁 请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人若自觉脱离被见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亦被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自觉的人才能够合乎主用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 才能够合乎主用 这个器皿的尊贵性 价值性在于 它能不能得到主来使用 如果能够得到主来使用 这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器皿 贵重的器皿 所以这个智洁 圣洁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说我们就好像神所中的瓦器 瓦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但是因为这个瓦器在神的手中 在神的手中为神所用 所以他就要显出莫大的能力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很卑微 我们都好像一个瓦器一样 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 神的这个重用呢 是因为怎样 神的爱临到我们 我们有去追求圣洁 合乎主用 主要用 它才是有价值的 所以那个离子也是一样 主耶稣说你跟他讲 主要用 主要用 这个离子才有价值 没有的话 离子比比皆是 很多离子 很多人都有离子 这个离子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如果是主要用它 就显出那个价值出来 在旧一圣经里面 列王记下 四章五到七节 有一段记载 我们来看一下 列王记下 第四章 列王记下四章 我们看第一节 就会圣经四百六十一月 列王记下四章一节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哀求以丽莎说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神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载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 做奴仆 二节 以丽莎问他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 他说 背你家中 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什么 第三节 以丽莎说 你去向你 众林社借空器皿 不要少借 第四节 回到家里 关上门 你和你儿子在里面 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 倒满的放在一边 第五节 于是妇人离开以丽莎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器皿拿来 他就到油 第六节 器皿都满了 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 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第七节 妇人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卖油凡债 所剩的 你和你儿子 可以靠着度日 这里记载一个妇人 他来找先知以丽莎 他对先知以丽莎讲 我丈夫死了 一个失去丈夫的人 就是失去倚靠的人 他又跟先知讲 现在有债主来 要把我的孩子抓去当奴仆 一个失去孩子的人 他是没有未来 没有盼望的 而且先知问他 你家里面有什么呢 他说我家除了一瓶油以外 没有什么 这一位妇人 他非常可怜 他失去倚靠 又失去盼望 家里面只剩下一瓶油 他怎么活下去呢 这个时候先知跟他讲一件事 说你去向你的灵舍 借空的器皿 先知是这样交代 第三节的最后一句 不要少借 言下之意 就是说你能够借多少空器皿 就借多少吧 然后你借完了以后 就回到家里面去 跟你的孩子把门关起来 在里面倒油 当他把空器皿借到 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 他在家里面 把那仅有的一瓶油 就倒 很奇妙 这个油就倒出来了 盛满了这一个器皿 他就放在旁边 请他的儿子再拿空器皿来 他再倒 又有神恩典的油出来 又满了 他又放在旁边 再跟他的儿子讲 就这样不断的做 到最后 他的儿子跟他妈妈讲 妈妈没有空的器皿 这个时候他再倒 神恩典的油 没有啦 这个表示什么 神的恩典的油 是在有空器皿的时候 这个油才会流出来的 神的恩典才会满满的 那我们今天要去思想一件事啊 我就是一个器皿啊 我就是一个器皿 我有没有倒空自己 我这个器皿有没有空空的呢 我能不能承接神恩典的油 我记得一二十年前 有一次晚间聚会的时候 安排我领会 我黑板的字写出来 当时有一位信徒跟我讲 他说喔 你这个题目写出来 我已经知道你要 翻的经节是什么 我说 那你今天晚上可以不要聚会了 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你已经满到这里来 所以神的话语 不再进入你的心中啊 因为你已经满了嘛 你神在听多少的道理 也栽不进去心中啊 当你认为你的圣灵很充满啊 这一次的祷告 圣灵不会再充满你啊 因为你已经满了 已经满了 没有办法再进去 我们有一位传道工人 他的邻居问他 说某某人你在哪里服务 他说我是一个传道人 他说你们传道人都做什么 他说我们在宣讲这一本圣经 他的邻居给他看一看 他说那你可能几年就没有工作了 因为这一本圣经给你讲 两三年就讲完了 神是给我们这个传道同工有智慧回答 他对他的邻居讲 哎呀你不太了解 我们这个是生命之大 越觉越深 是永远学不完的 感谢神 确实就是这样 当我们内心的器皿是空的时候 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 神的道就进来了 神的灵就进来了 所以有一些信徒他常有一点 为什么神都感动他 都没有感动 不是神都有感动 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满了 所以神的灵感动我们也没有感觉了 所以我们会看出来 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有一句话讲 说满遭损千受益 一个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 倒空自己的 他才有可能不断领受神的恩典 所以这一位妇人如果要持续不断得到神的恩典 他就要有空的器皿 这个代表什么 我们今天要持续不断的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就要随时保持一个空的器皿的状态 神的恩典才会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来 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八节就这样讲了 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所以我们看出来积淀的三百精兵 他们身上的兵器的装备 第二个就是自觉的空田 我们今天也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大家都能够谦卑下来 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断的让神的道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神的灵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这样我们的恩典就满满的 这是第二个自觉的空瓶 第三个兵器是什么 火把 因为这个瓶子是空的 所以他这个火把可以藏在这个空瓶里面 藏在空瓶里面 我们来看圣经 《诗诗记》第七章 《诗诗记》第七章 我们来看十六节 《诗诗记》第七章十六节 《诗诗记》第七章十六节 《诗诗记》积荍将三百人分作三队 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 瓶内都藏着火把 这个空瓶里面是藏着火把 藏着火把 我们请看二十节 三队的人就都吹脚 打破瓶子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脚 喊叫说神汉积淀的刀 右手拿着号角 吹号角声 左手拿着空瓶 空瓶里面装着火把 把空瓶打碎 左手挤起火把 火光四射 所以为什么米甸的大金 会自己互相击杀自己 就是因为他第一个听到的是什么 号角声 因为三百人把米甸大营 团团围住 三百人同时吹响号角声 米甸大金吓了一跳 哇 这个声音从哪里来 他们在睡梦当中 被声音精醒起来 眼睛一打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三百人同时把空瓶打破 左手挤起火把 所以整个营地本来暗暗的 哇 突然间火光四射 他的眼睛被照亮 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听到那么大的声音 又看到那么亮的亮光 所以他们惊吓不已 已经分不清楚前面的这一位 是有军还是敌金 拿起武器就杀了 所以是他们自己的人 互相击杀 圣经记载 他们互相击杀 所以这个火把要怎么显现出来 第一个 事先就已经藏在空瓶里面了 空瓶 火把在里面了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要先预备好 我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说机会是要给谁 机会是要给准备好的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机会会来 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 因为机会是神所赏识的 神所安排的 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来 但是一个聪明的人是怎样 他已经准备了 机会还没有来的时候 他已经准备好了 当机会来的时候 他当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神要赏识永生给我们 神要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福气 但是我们要先预备 预备好就好像 把火宝藏在瓶子里面 我们怎么预备 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灵修 我们平常不是机会吗 我们平常不是读经吗 我们平常不是唱诗祷告吗 我们平常不是在为主做圣工吗 这都是我们平常的预备 当主耶稣的机会来到的时候 因为我们平常有做预备 所以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 所以你看这个瓶内都藏着火把 要藏着 所以这个预备的工作 我们大家要做 所以在忙碌的时代里面 时间的规划跟管理就非常的重要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好 那这个瓶子有没有 在必要适当的时间要怎样打破 火光才能够显现出来 这个表示什么 因为基督徒在必要的时刻里面 祂是要牺牲祂的性命的 我早上有见证过 早期福音传到南澳乡的时候 当时的信徒为了相信耶稣 他们遭受极大的逼迫 所以当时他们就迁移到富士去了 富士教会的信徒很有爱心 接纳他们 甚至把田地给他们耕种 那他们为了 这个得救的信仰 他们严厉打破自己 所以他们流离失守 离开他们可爱的家乡 在手不止 因为怎样 他宁可放弃这些 他要追寻那永远的生命 这个时候这个火光就逝射 什么就是火光 生命才能够感动生命 所以在人看起来 你们实在很可怜 为了信仰流离失守 对不对 远到他乡 所有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消失归零了 但是在属灵上不是这样 这个火光是射出来 所以当时这种生命的见证 感动更多人 来相信主 归向主 所以在必要的时刻 基督徒是要牺牲他的生命的 我们看保罗 保罗 保罗有一次要到耶路撒冷去 圣灵已经明讲了 你这一次去有犯难跟捆手 那保罗 保罗他的回应是怎样呢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请看二十二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要意见什么事 二十三节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 向我指证说 有捆手与犯难等待我 二十节 我切不以性命为劣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圣灵已经明讲了 你这一次去 有犯难捆手 但是保罗讲 没有关系 我只要完成 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行完我当手的路 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 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都很不舍 就苦劝保罗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因为你明知这一趟去 会有危险跟犯难 弟兄姐妹 爱保罗 但是保罗怎么回应呢 我们请看 十读行传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十二节 十读行传二十一章十二节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 听见这话 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十三节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十四节 保罗既不听见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愿主的旨意 成就变了 保罗对弟兄姐妹讲 不是被捆绑而已 我这一趟去 纵使我要死死掉 我也愿意啊 因为这是神所安排的 我要照神所安排的 去完成神的托物跟使命 哇这个就是圣灵 火把所所照亮的 所照亮的生命之光 所以当时 生命感动了很多的生命 我们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 我们在读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的心里面 也是被感动 也是火热的 这就是生命之光 因为他的火光 非常的亮 当然 这一场属灵的战争 我们必胜如鱼啊 我们看主耶稣 主耶稣知道 时候到了 他要被曼 那他的回应 是怎样的回应呢 请看耶稣福音 耶稣福音十八章 耶稣福音十八章 第四节 耶稣福音十八章 第四节 耶稣知道 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第五节 他们回答说 找拿撒乐人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 卖他的犹大 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第六节 耶稣一说 我就是 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第七节 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说 找拿撒乐人耶稣 八节 耶稣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我就是 你们如果找我就让这些人 离开吧 第九节 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没有失落一个 第十节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 就拔出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他的诱饵 那仆人名叫 玛勒古 十一节 耶稣对彼得说 说到路窍吧 我父要给我的那边 我岂可不合你 当主耶稣知道 时候到了 人家要来捉拿他 他就问 你们找谁 他说我找拿撒乐人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了 我就是了 彼得一看 你们要来抓我的老师 刀就拔出来 就砍下去了 把这个玛勒古的诱饵削掉了 主耶稣对彼得讲 收到路窍 主耶稣知道 时候到了 这个时候是要 他打破自己的时候 因为他被捉拿 他被凌路 被钉死十字架 流出保险 全世界的人才有救恩 今天我们才有机会 在这边聚会 主耶稣知道 这个时候就是我要打破我自己的时候 彼得爱主心切 但是他不了解 所以他刀就拿出来就砍下去了 主耶稣对彼得讲 收到路窍吧 我父要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 如果主耶稣没有被钉死架上 全世界的人就没有救恩 就没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一位基督徒在必要的时候 他是要牺牲他的生命的 因为这个空瓶是要打破的 这个空瓶一打破 火把的亮光就出现了 生命之光就出来了 圣灵的力量就出来了 所以基督徒不怕死 但是我们不会轻易 轻言气死 在不该牺牲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生命 但是该为主牺牲的时候 我们义不容辞 战场上最可怕的敌人是谁 战场上最可怕的敌人是谁 就是不要生命的人 他已经不要命了 你还躲在壕锅 他打一个就打平了 再打第二个就赚了一个 因为他已经不要命了 所以战场上最可怕的敌人是 不要命的人 魔鬼最怕的是谁 就是不要命的基督徒 因为他可以伤害我们落体的生命 但是他不能伤害我们属灵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来激励我们 保罗这样见证 他说主的爱激励我 所以我们活着为主 死了也为主 这个很难 现在是一个公立主义的世代 人人是为自己而佛 为了自己的目标 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佛 怎么能够为主而佛 怎么能够为主而死 那一定是主的爱的激励 才有可能 没有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常常要被主的爱来激励 求主的爱常常来激励我们 神的光光照我们 那我们才能够怎样 发出莫大的力量出来 那你看瓶子打破了 火把就高级起来了 所以主耶稣就对门徒讲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得着能力了 感谢神 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 神与真耶稣教会同在 所以有圣灵 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圣灵 是普遍性的圣灵 从小朋友一直到长辈 是普遍性受圣灵 因为这是能力 我们得着这个能力 就是要为主传扬福音 为主耶稣做见证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三百精兵 他们配置的武器是什么 左手拿着圣灵的火把 右手拿着真理的号角 一手有圣灵 一手有真理 再加上 他们随时可以打破自己 把空冰子打破 不怕死 我们看启示录 启示录十二章 启示录十二章 十二章十一节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已死 也不爱惜性命 这一场属灵的征战 是非常的激烈 但是最后魔鬼 为什么溃不成精 因为这一些 耶稣基督的精兵 他们最后 他们已经怎样 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了 他们愿意打破自己 魔鬼当然就溃不成军了 这一场属灵的战争 基督徒得胜了 所以我们求主要帮助我们 所以早上我们有看过 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 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就是二十一世纪 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求主耶稣 让我们有这属灵的兵器 我们有真理的号角 随时来传扬得救的真理 我们有这一个圣灵的火把 我们不但被圣灵充满 也因为圣灵充满 得着能力力量 来积极的为主传扬福音 拯救人家的灵魂 那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怎样 打破自己 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那这一场属灵的战争 当然主会帮助我们打赢 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 所以基督跟他的三百精兵 都已经整装 而且战胜 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已经整装完毕呢 我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 这些属灵的兵器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有真理的号角 智洁的公平 圣灵的佛霸 这是我的正道部分 我以下简单来做宣导的部分 感谢主 我们在几年前 全国的信徒会议里面 大家一致通过 要来建设 真例塑胶会宣募中心 并且尾由北七来执行 感谢主 我们北七也投入相当多的人力资源 目前已经进行到 这个都庚的宫听 事宜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件工作呢 我们是听主的声音 主耶稣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主耶稣要圣殿以前对门徒说 你们得着圣灵以后就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要做什么 就是传良福音 从一路上直到地极 这就是世界宣教的工作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传良福音是一件美事 保罗也这样讲 我如果甘心去做 我将来就有赏识 所以我们宣布中心有三大宴景 第一个就是面向世界 第二个星期发光 这就是做世界宣教的工作 第三个得主所用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圣功的推动 让全球真理书教会的信徒 能够得主所用 无论是奉献我们的财物 无论是奉献我们的恩事 甚至必要的时候 我们奉献我们的生命 来完成神的托付跟使命 我们台湾总会负责人会 为了推动这一项圣功 所以推出了两个奉献的专案 第一个叫933 第二个叫特资奉献 933是一个定额的奉献 就是每个月奉献2500块 一年三万三年九万 这是一个定额的奉献 我们可以每个月来奉献 每季每半年每年一次奉献都可以 那我们总会财政处 也有提供刷卡奉献 我们都可以来参与 那另外一种奉献是特资奉献 就是除了933的奉献以外 不管是小额大额的奉献 都称为特资奉献 那目前奉献的情形 跟大家报告一下 目前全国有超过2200位的信徒 来参与这个奉献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 实际奉献进来的金额 已经有1亿2000万 加上北七投入的1亿 所以我们现有的资金 是2亿2000万 那信徒会议通过建筑费用的上限 是4亿5000万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阶段 要来继续努力的 是2亿3000万 那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希望933能够再有2000个单位 那就是1亿8000万 剩下的5000万 我们就用特资奉献来补足 那因为总会已经跟建筑师来正式签约 那如果这个都庚的公厅会办完了以后 建筑师就会开始精算 将来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建筑奉献 一次性的奉献 将来奉献而满 我们就不再接受奉献 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式鼓励 所有的信徒把握机会 来参与这一项 我们百年以来重大的圣工 能够以这一件圣工有份 所以大卫他这样感谢神 他说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尽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 当主耶稣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出一点力量 我们就能够积少成多团队运作 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入 来完成主守托父的任入跟使命 这是今天下午 我的正道跟宣导部分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 谢谢大家